人家车 陆总 到了 怎么倒倒半个小时了 我今天特意给您吵得进那儿 可不就快了吗 没事 你吵什么劲道啊 吃也还翻个头鲜头 吵错了 路总 到了都 我先把空调关一下 有点热 没开空调啊 那怎么这么热 热吗 那 那又不你 算了 几点了 总有好一点时间给我点头而已 每回都迟到 你俩干吗呢 你俩干吗呢 怎么才来啊 这都几点了 总迟到啊 我差点来的呀 孙总 您先坐 那个施总有点事 他一会儿就过班了 你 你们要喝零食吗 酥辣 谢谢 好 跟他一样 柠檬 给你们路总来一个 最爱喝的咖啡 好 不用了 我就喝酥辣水 好 那你们稍坐一会儿 来 怎么回事啊 给你机会你不是梦吗 什么机会儿 装有什么大傻子呀 你不用泡的咖啡呀 你说盼星星盼原来 就盼这一口吗 杨晓阳那刷口水 还没喝够 我今天胃不太舒服 喝不了咖啡 这次静调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速度焦虑 还有换代焦虑的同时 我们其实错过了很多东西 我们在被大家都忽略掉的 凤凰同行这个期刊上 找到了他们企业 真正的价值 其实不管技术如何更新和改变 人终究是最宝贵的财富 谢谢 陆总 说实话 刚听到您不投的时候 我还挺惊讶的 毕竟凤凰各方面数据都挺好的 但听完汇报以后 我不得不佩服您的判断 施总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好您吗